歡迎大家回來第一百一十一集 一日一集的《只要有電影》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按我們的小鈴鐺 還有like comment and share 另外就follow我 只要有電影在facebook專頁 我們可以作多些交流 資料補充 或者一些更正 上一集我們就講Elmodovar的新片 就叫parallel mothers 中文是誰和誰共母 母親的母 都講過因為Elmodovar的電影 有這麼鬼馬 有這麼多有趣的 deviation 所以在改片名 無論我以前發行 又或者是跟著發行的公司 都頗著 改他的片名 有時候可能over了 但有時候也有他生鬼的地方 今次這個parallel mothers 也是有趣的 就是叫做誰和誰共母 和英文我覺得是挺貼切的 為什麼我會覺得 今次是Elmodovar的一部 很有突破性的作品 坦白說 是糾正了我 或者是提醒了我 就對一個導演的關注 始終都要保持著 即使不能夠100% 都要其實經常警醒自己 不要給自己的偏見 是這麼嚴重的 我也要承認我是一個 特別是看電影的時候 我的偏見都嚴重的 有些導演不是我的那杯茶 又或者我是覺得他有藥肝的成份 那樣東西我是很難去認同 我是很快就會 未必是完全放棄導演 但真的不會這麼積極 這麼主動去追蹤他的作品 所以放棄了Elmodovar這麼多年 或者開始對他有幾大程度的失望之後 再看回這個Elmodovar 我是有一個很大的驚喜 那 首先講一下我的驚喜在哪裏 一開始我都覺得 有些元素都跟他的戲差不多 第一就是這個戲是說兩個主角都是兩個女性 兩個女性就是一個年紀大一點的 就是Penelope Cruz 都差不多 在戲裏都是40歲 差不多 他亦都講過 因為戲開始沒多久 他跟一個剛剛認識了沒多久的一個 其實他是一個人類學家 專門是負責這個考察 還有他其中一個工作 就是去掘一些墳地的 那這個工作是怎樣呢 我們等一下再講 就跟一個已婚的一個男人 發生了關係 那就大了肚子 因為他年紀的問題 他很想有個BB仔 所以他決定一定要長出這個BB出來 他亦都不介意沒有一個婚姻的關係 甚至他主動跟這個男人提出分手 因為這個男人他有老婆 雖然他老婆那時候患了癌症 那個男人亦都愛他的 亦都希望他等多一段的時候 等他自己的太太離世之後 他就會跟他結婚 但是他都拒絕了這個 獨立就生了一個BB仔 這個這麼堅強 這麼獨立的女性的形象 在阿摩多華的電影裏 其實是女見不善的 另外一個女孩就是一個年輕女 大概是20歲比較鬆 亦都是因為意外懷孕 兩個女人剛剛住在同一個病房 而且是同一天那個女兒出生 那他的辦法是什麼呢 就是原來就是一個意外 醫院就把他兩個女兒 就調轉了 即是錯誤 即是一個錯誤 因為兩個女兒同時生出來的時候 都有點不足夠 營養不太好 都放在一個箱裡 以及觀察的 當然出院的時候 大家都不知道大家的女兒是倒轉了 那個年輕的女兒 那個女兒 那個女兒 其實就是 即是她的爸爸 就是有這個 應該是一個 怎麼說 一個 都是拉丁血統 但是她是屬於 譬如是 委內瑞拉 有些黑人色 膚色是比較黑的 一個拉丁血統來的 所以到慢慢的女兒大的時候 尤其是有一次她重遇 那個人類學家 即是那個女兒的父親 那個父親一個直覺就說 這個不是我的女兒來的 她沒有理由 她的膚色和那個feature 是完全不像一個西班牙人 完全不像我的 她的膚色那麼黑 那Penelope Cruz給的理由 其實她說完這件事之後 她都有一個這樣的感覺 她很詳細地審視女兒 都立刻有一個疑問 後來其實她和那個女兒 做了一個DNA的測試 即是她自己的DNA 和女兒的DNA的測試 那怎麼知道 一測之下就發現 原來她不是她媽媽來的 她也不知她媽媽是誰 或者她爸爸是誰 那就是一個很大的驚訝 但當時她已經養了一個女兒這麼久 她也是很期望 有一個女兒的母親心態 所以她也是很愛她女兒 然後她才想起這個年輕女兒 那就是要去找這個年輕女兒 誰知道她找到這個年輕女兒的時候 那個年輕女兒就告訴她 她的女兒 她自己的女兒 supposed是 倒轉了那個女兒 就是Penelope Cruz的女兒 就死了 在北九前就死了 Penelope Cruz聽到很震驚 那為什麼會死呢 原來是死於一個 叫做嬰兒撤死綜合症 一個比較 又不是很罕見 但也不是很普遍的 一個死亡 死亡的症狀 原來就是說 嬰兒 總之 生出來之後 腦有些問題 反應比較慢 很容易在睡覺的時候 會撤死 原因是她忘記了呼吸 就窒息而死 所以她就叫做Crip Death CRIB CRIB這個字 就是一個BB床 意思是她在一個BB床上 突然撤死 當然她很傷心 但是她始終她都覺得 她想找到的 到底是不是 我的女兒 是不是就是這個年輕女兒 的女兒 所以她就 因為這個年輕女兒 她看到的時候 在一間Café工作 她教育程度不高 原來之前她為什麼生了這個女兒 就是因為被三個男同學強姦 還有那三個男同學威脅 就是拍了她的性交過程 一直威脅著她 就說會公開 在網上公開 她的父母的處理又很奇怪 父親其實一直對她不好 亦都不想引起一個醜聞 就用一個藉口說 我不想你受到第二次傷害 事實上那女兒也很害怕 怕是揭發了之後 再受過一次的屈辱 她的母親 跟她的父母的關係 一向都是不好的 因為她的母親一直想發展 她自己的舞台事業 所以這個女兒就 大了肚子之後 被她的父母安置了 跟她的父母一起 生了一個女兒 她亦都不敢去追究 而她的同學 正確是她最喜歡的那個 就是有這個 膚色比較黑的拉丁血統 所以當然到最後 她再測試之後 就證實了這件事 這個故事其實是有趣的 我亦都覺得 後來發展一下 突然之間 因為她為了想接近這個女兒 這個年輕女 所以就提出 叫這個年輕女 你不如來家裡幫我打工 因為她是一個攝影師 她就開始工作很忙 她藉口說 你們看著我的女兒 我給你多一點錢 我們兩個又相識 是一個偶然的機會 大家都很合得來 就叫她回來打工 做了她的家用 但當然她對她的療程很好 她就沒有試她的家用 當然那個年輕女 也很疼她的女兒 這個實際是她的親生女 而她不知道的一個女兒 但當紙包不住火 她終於都要向這個女兒 說出了這個秘密的時候 那一場戲 其實處理得相當好 就是她們 我講錯了一點點 而是她揭露這個秘密之前 其實她一直想 有意無意之間想隱藏這個秘密 每次當她想說的時候 她又忍住了 到拉美都不知道怎麼開口 然後有一晚 就是她們兩個人 因為各自很寂寞 而結果 發生了兩個人之間 發生了一個同性戀的關係 那一場 其實是處理得相當好 那一場戲 是用了一個很長很長的鏡頭 是令到那兩個女性之間 互相感覺到的孤獨 而感覺到互相有一個直賴 這樣的感情流露了出來 才開始慢慢由親民 去到熱民 然後才上床 那整個段落 是我看到的 一個 這樣的愛情的關係 不單單是一個同性的愛情的關係 甚至我覺得是一個 一般而言 兩個人之間的愛情的關係 是最動人的處理之一 不單是兩個女主角很投入 也是整個氣氛 整個的醞釀 那個長度的節奏 是恰到好處的 令到你感覺到是很 很有說服力的 事實上兩個人上了床 那個床上戲 都處理得相當有節制的 亦都完全沒有說去賣弄的 因為過去其實 坦白說 在過去有一陣子 有幾套的電影 都是關於類同性戀 我都覺得是相當賣弄的 甚至是有一部 我有時記不起他的片名 什麼藍色的樣子 很不重的那部戲 那部戲是一個男性拍的 我覺得去到類同性戀的場面 其實是相當相當賣弄 相當奇觀式的 當然很牢骨 但這場 Almodovar在Parallel Mothers 這場戲 我覺得是處理得特別動人 當然看到這裏的時候 其實我都覺得 你又去那種 那種 那種玩性別的議題 的套路 雖然他加了一個 motherhood的元素 在裏面 但是想不到 就是 他在處理這個關係裏面 跟著旺後的發展 他完全沒有再深入 沒有再 尋覆的套路 再玩下去 或者再發展下去 當然有一段的期間 特別是當那個前男友 再回來找這個女主角的時候 就看到這個女生 原來是相當善道 那一晚他跟那個前男友 就是Penelope Cruz跟前男友 出去了 而很晚回來之後 他就不斷地去 詢問他 或者質問他 你跟那個男生怎樣 你有沒有跟那個男生 上床 因為你去了那麼久 半夜三更才回來 之後都是 他的躁意很大 這個就令我想起 這個慾望之規條 的Antonio Banderas 甚至當Penelope Cruz 覺得沒有辦法再去隱瞞 這個女的秘密 或者他們兩個的女是被 swap了 盜换了這個秘密 揭露了這個秘密之後 就出現了一個戲劇性的 很大的逆傳 就是這個女孩子 基本上他沒有辦法 可以接受這個事實 一來也出於內疚 因為他在他的撫養下 Penelope Cruz的女兒死了 二來他也覺得 Penelope Cruz 好像利用了他 對他不誠實 他自己也感覺到一種羞辱 他那一刻就決定 帶自己的女兒離開 Penelope Cruz 如果從一個 melodrama的發展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 很好利用 很好 你可以以為是剝削的情節 但相反 Almodovar的處理 是相當黑制 相當平淡 甚至很成熟 就是因為Penelope Cruz 是一個很成熟的女性 他也完全明白 那個女生的感受 也明白自己有做錯的地方 所以他只能夠很傷心 也無可挽救 讓這個女生離開 那 我就覺得這個戲 到這裏 善玩 這個melodrama的Almodovar 又為何會留一首呢 而且劇情的轉彎 是我跟著都意料不到 而從此 沒有再去專注 或者繼續去探索 這兩個女性之間的 所謂的愛慾的情仇 又或者是那種 情慾的關係 至於那個急轉彎 或者那個逆轉 是怎樣 是轉向哪個方向呢 我們留待下一節再講 在這裏